哈喽大家好,我是罗十五 相信热爱动漫及热爱篮球的你 一定看过灌篮高手这一部伟大的作品 他通过校园生活以及篮球竞技 用一种热血且励志的方法 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动力 在激励人们前进的同时 也让无数青少年爱上了篮球这项体育运动 从今天开始 我就将不定期地给大家分享灌篮高手中的人物 今天的灌篮高手人物质 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永不放弃的男人,三井兽 三井兽是湘北高中篮球队队员 身高1米84 在场上四肢得分后卫 是公认的神射手 初中时期的三井 便已经展现了自己过人的篮球天赋 是五十中学的王牌选手 有着强烈的胜负欲 以及作为强者的骄傲 在中学时期 代表五十中学参加县大赛的最后一场总决赛中 由于比分一直落后于对手 并且队友也渐渐开始放弃 无缘放弃的三井 只能一人苦苦追分 在最后一攻的过程中 为了救球而直接飞出了场外 眼看着就要接受失败的他 遇上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男人 安西教练 是安西教练最后的鼓舞 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投中了那绝杀的一球 丽亚现在海南大腹中的木森一 夺得了当时的MVP奖杯 也正是安西教练那一句 过到最后绝对不要放弃比赛的鼓舞 让三井将安西教练 视为了自己篮球生涯的引路人 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名校林南 以及海南大腹中的邀请 来到了寂寂无名的湘北 出到湘北的三井 顶着MVP的头衔 意气风发 对着湘北同期的众人 自信满满地说出了称霸全国的梦想 而此时的湘北篮球队中 还有一位少年与他有着同样的梦想 那便是赤木钢线 彼时的赤木 还不是那个让人闻风上党的超级大猩猩 因此 三井在众人的眼中 依旧是焦点的存在 纵使在对内对抗赛中 赤木有着不错的发挥 但是众人的目光 依旧聚集在三井身上 同时多次的对内训练赛 也让两人开始慢慢插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只可惜天度阴彩 三井的左西 在一次激烈的对内对抗赛中意外受伤 而此时 距离高中组县大赛预选赛的时间 已经非常接近 接受治疗中的三井 为了让自己不被赤木的风头盖过 同时也为了报答安息教练 在那次总决赛中对于自己的鼓舞 不过医生的劝阻 逃离医院继续进行篮球运动 却在另一场对内训练赛上 加剧了自己西乡的严重程度 直接告别了现大赛预选赛 这让作为天之交子的三井 彻底陷入了痛苦之中 在现大赛预选赛的首场比赛中 失落的三井 助着拐杖来到了现场 看着实力本不如自己 却比自己更快当上球队首发 并在比赛中表现了有声有色的赤木 此时的自己 显得那么的可有可恶 对于球队来说没有丝毫的影响 这让本就有着强者的骄傲 以及强烈胜负欲的他 心中对于赤木的嫉妒 有然而生 对于安西教练的愧疚 有然而生 同时对于自己无能为力的失落感 也有然而生 多重的打击 让这个曾经的MVP的情绪彻底沦陷了 一个人组着拐杖 离开了球场 这之后的三井 再也没有出现在体育馆 以及篮球队 而是变成了一个社会不良青年 开始了自己的堕落之旅 直到他遇到了那个同为篮球队一员的 工程良田 在与工程发生矛盾 对打后双双住院 在出院之后 找麻烦又被鹰木 以及工程羞辱一番的三井 失谣报仇 他带着校外不良青年 铁蓝的人来到了体育馆 将众人堵在了里面 是要给篮球队一个教训 知道他们只要动手 便会被禁赛 甚至解散篮球队的三井 疯狂地用言语挑衅着众人 只可惜打架实力超弱的他被鹰木 以及后来赶来的水护杨平等人逮住 就是一顿胖揍 而随着赤木的到来 整个混混打架的剧情 也开始发生了转变 伴随着木木对于三井的介绍 三井的真实情况才就此曝光 看似混账的不良少年 原来有着对篮球如此执着的过去 而随着安西教练的登场 也将整个剧情上升到了高潮 也正是在这里 三井说出了整部作品中 最为经典的那句台词 成功地将一个混混斗殴的剧情 昇滑到了浪子回头 经不患的感人剧情 有了绝无的三井 剪掉了自己那一头不男不女的长发 重新回到了篮球队 正式成为了香北首发五虎中的一员 在首战对阵三普台的比赛中 由于打架事件被压在了板凳其一段时间 眼睁睁地看着球队被虐 却只能眼冒火光地瞪着对手 而随着安西教练的登场召唤 香北五虎也首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三井授也用自己的一记三分球向对手宣告 当年的那个NVP回来了 在第二轮对阵祥阳前夕 在厕所中听到了祥阳队员议论自己 甚至带着嘲讽的语气 是要给他们好看的三井 在场上表现得非常积极 只可惜由于两年的空白期 纵使技术过人 但体力依旧不尽人意 在这场激烈的比赛中 被对手完全锁得死死的 整个上半场只得到了五分 到下半场几乎就处于虚托状态 在一次三分出手被封盖后 本就已经接近极限的三井 终于想起了过去人是NVP的自己 想起了安西教练对自己的鼓励 想起了湘北这群队友 在体育馆事件后 非得没有怪罪自己 还愿意与自己并肩作战 甚至若不立功选择退却 那么将永远活在遗憾中的他 重新燃起了战斗的火焰 开启了属于自己的NVP模式 在最后的四分钟里 狂卡20分 并且分身就球 将最平比分的重要一球 传到了刘川峰手中 以虚拖的状态 结束了自己的这一场比赛 也为湘北赢下翔阳 闯入决赛州立下了汉马功劳 在退场的时候 也迎来了全场的欢呼 也正是用这场比赛 三井用自己的表现 向全世界宣布 那个永不放弃的男人 真正的回来了 在后来 对阵海南大附中的比赛中 三井虽然表现平平 甚至一度被对手 神宗伊朗压过了风头 不过催在最后 让全场的心全都悬了起来 差点用自己的一记三分 决杀了海南大附中 只可惜被海南大附中的清田信长 全力给阻挡了下来 输掉了这场比赛 这也是湘北五虎组成后的首场败战 同时也是三井回归之后的首场败战 在全国大赛首战中 面对风雨高中的比赛 三井的表现 也只能用规规矩矩来表示 而在第二场 面对未免冠军 实力强大的山王 在泽北放飞至我 开始疯狂取分 以及赤目被防得怀疑人生的时候 拖着疲惫身躯的三井 又一次站了出来 主动要求工程给自己传球 用自己MVP级别的实力 隐生生地打垮了 山北防守兼兵一字昌的防守 用自己的三分 将湘北从死亡的边缘重新拉了回来 为整个湘北的追分之旅 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用一个个不讲理的三分 告诉对手 自己是那个永不放弃的男人 三井兽 即便是被对手完全遮住了眼睛 他同样能够用自己的实力 将球稳稳地送进篮筐 即便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 他也能依靠对于队友的信任 一次次地将球投进前方的篮筐之中 甚至到了最后 櫻木投出那个史诗级绝杀的时候 我们依旧能够看到 在外线不停跑位 寻找机会的三井兽 正是因为有三井兽 在关键时刻让全场欢呼的大爆发 湘北终于赢下了 这场全国大赛中最具含金量的硬仗 将为名冠军山王淘汰出局 只可惜由于对阵山王的比赛过于激烈 湘北众人在之后的比赛中体力不支 加上櫻木花道的受伤 三井的第一次全国大赛之旅 也在之后对这爱河学院的比赛中结束了 结束夏季赛的三井并没有像赤木 以及木木那样为了升学考试而选择退役 而是为了参加冬季赛 争取学校推荐名额留在了篮球队中 与功臣继续为热爱的篮球事业奋斗 《终观山井》在整部作品中的表现 用大起大落又大起来形容应该不为过 他因为自己的自尊以及荣誉 因为自己对于胜利的过度渴望 从一个意气风发的超级MVP 变成了人人厌恶的小混混 却又从一个小混混上演了一段烂子 回头经不换的超级戏码 让他在整一部作品中的形象 瞬间得到了无限的升华 他用自己切切实实的人生经历 在向我们述说着人生的无数变故 他用自己切切实实的行动 在告诉着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所追求的东西 他用自己切切实实的经历 告诉着我们失败放弃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因为自己小小的挫败而放弃 所失去的那些对于自己来说无比珍贵的东西 人生不就是这样 在不停的成功中失败 又在不断的失败中成功 《三井兽》在整部作品中 用他一次次不讲理的三分球出手 告诉着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永不放弃 在整个视频的最后 也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永不放弃的男人 三井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 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